大家好,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何生生 这个中午呢,陪媳妇呢,去温哥华著名的餐厅 又吃一个简餐,然后呢,就是下午就是 我们的这个,我的这个listing的这个realtor agent 就是,待会再跟大家聊吧,我们先上车了啊 温哥华晴天的日子里,如果你不出来 那简直就是犯罪,我强烈建议 BC省政府出来一个新的法规,凡是晴天在家里待的人 一律收税,不过开玩笑不开玩笑,在温哥华来说 呢,这种晴天是很难得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 下雨比较多,很多小伙伴冬天来了温哥华之后 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不开心呢,但是有的时候 你需要那种很新鲜的空气,它就是要多下雨 这样的话,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才会很不错 这个叫四川麻辣,四川风麻辣味噌面啊 其实四川拉面,只有在这个华人很多的Richmond会有啊 Richmond啊,在整个北美可以说是一个美食圣地 不管你喜欢吃北方的饺子呀,还是喜欢吃南方的各种小吃啊 还有广东的这种叫什么早茶呀 在温哥华不光是很多,而且呢很正宗 就包括我以前在天津的时候,其实早茶我都没有吃过 来到这边知道啊,凤爪啊 所以说啊,整个Richmond不要说是整个加拿大的 就整个北美来说,绝对是华人美食的天堂 所以啊,不管你在美国的尔湾,新港,你在纽约,还是你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我觉得温哥华Richmond都是你必来的一个美食站 我活捉了一个饭店没有店名,店名可能叫汤鲜饼香 饭好吃 买了一大堆奶茶,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realtor event 给每一个来的小伙伴一杯香浓的coco奶茶 coco奶茶,你值得拥有 本来我想买两大盒这个这个coffee和这个donuts 我觉得太甜了,现在大家都不提倡健康也是 所以就买了几杯奶茶,但是奶茶的含糖量也不低哈 但至少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嘛,是吧,不管他呢 哦,他原来有招牌,只不过他放在外边了,你走在里边就看不见 我就不说店名了哈,不然的话广告嫌疑太重了 呃,刚才呢几个经济哈,很关系不错的过来了,而且有时间的过来了,拍了一下咱们的房子 所以下周估计整个自媒体圈哈,就全都是我的房子了哈 10900我个人觉得确实非常的具有性价比,每一个来的人都说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良心 然后我现在也在他的后巷哈,很少给大家做视频,让大家来看他的后巷 非常整洁的后巷,优雅的车库,呃,还有三个车位的车库,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哈 行吧,今天的这个realtor agent呢,agent open呢,基本上就到告一段落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关灯,走人,明天周六周日open house哈 不管大家什么时候看到这个视频,随时跟我约 我们自己的,这里的独立屋,它真的不香吗,是不是 大家以为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吗,错了哈 realtor的生活,永远都没有句号,只有逗号,我,我忽然想起来 今天呢,明天,今天是一个客户,呃,我们买的townhouse成交 然后,明天应该拿钥匙,但是客户呢,想早一点拿钥匙 所以过来呢,距离力争,看看能不能早一点给钥匙 不就跑到卖家经纪的公司来,闹一闹,哈哈,给我钥匙,开玩笑了 沟通好了,应该是可以拿的,我现在待这个地方特别像 之前这个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叫什么backoffice 就是全都是长的一样的这种感觉 不知道待会会不会有一个什么SPC的类型人来呢 天,感觉有点恐怖呢 应该是这里了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咱们这边买房的流程啊 一般来说呢,成交日期,比如说是1月3号 那你拿钥匙呢,通常就是1月4号 当然了,成交日期一定是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因为律师啊,银行都要上班嘛 但是拿钥匙的时间呢,无所谓 因为我们点经济呢,是24期 随时啊,这个每一天都在工作 所以成交日期,就是拿钥匙时间是无所谓的 我们也检查了一下大概是两个车库钥匙 然后很多其他的钥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通常呢,我也会建议买家去换一下自己的那个房子的锁 尤其是之前出租过的,对吧,保险起见嘛,是吧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钥匙送给客户 然后他如果需要的话,我还会跟他去房子里面看一看 大体上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也不知道今天的blog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啊 走,请看喽